59.解放日報 徵訊拼圖的信號 2015年7月14日經濟零七樣群普發銀行更日透露 普發信用卡中心將接入騰訊徵訊訊訊用評分等產品 無獨有偶,北京銀行日前也宣布 將與阿里巴巴旗下的芝麻信用合作 這些不是獨立事件,原本分屬兩大陣營的銀行封控與互聯網徵訊之間的黑手 愈是著一種趨勢,在我國個人徵訊體系上不完善的當前 與其涉戰攻擊對方,不如合作互補 徵訊系統不完善是我國金融業尤其是個人金融業務發展的一大障礙 至少從而目前來看 無論是商業銀行長期依賴的央行徵訊系統 或是伴隨互聯網平台大數據積累誕生的互聯網徵訊 獨立來看都不甚完美 就央行個人徵訊系統而言 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2013年年底 該系統收錄有信貸記錄的自然人約3.2億人 還不到總人口數的四分之一 而那些沒有信用家或者從未與銀行發生過借貸關係的人群 由於沒有在銀行個人徵訊系統中留下過痕跡 對央行徵訊系統來說就是白紙一張 因此它們很難獲得信貸服務 顯然,僅靠央行徵訊系統 難以覆蓋借貸市場對個人徵訊的全部需求 在不甚了解個人徵訊背景的情況下 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息貸 也就不難理解了 今年年初,國內個人徵訊市場化開閘 央行要求8家機構做好個人徵訊業務準備工作 其中包括螞蟻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 騰訊徵訊等互聯網背景的機構 互聯網徵訊從業者認為 由於互聯網生活日漸常態化 人的行為24小時可記錄 樓下的大數據痕跡可從方方面面積累成為徵訊數據 它們稱這些實錄數據比央行徵訊全面得多 以此可做出更為快捷、更為大膽的受訊決策 在與銀行合作之前 互聯網徵訊已應用到租車、酒店、簽證、消費貸款等連H領域 不過,互聯網徵訊也遠沒有達到完美 由於所依託的平台不同 數據構成在很多時候是單一的 也會有片面之嫌 比如電商平台上多是小額消費交易數據 一旦離開核心數據源 描繪出的消費者精訊畫像偏差就可能很大 不者以為 無論是傳統的央行精訊 或是新興的互聯網精訊 在現階段都難以獨當重任 兩塊拼圖能夠相互補充 不失為眼下一個好選擇 karena回去看 不可能再加上六月的 回省 層很快 伻還有178月